华林县议会建设小组会刊日出香榭大道景观的工程 B工区的施工进度 县议员黄振复、吴东升、林元复都到场进行工程的会刊 并且要求施工单位能够在春节之前完成相关的工程 建设小组来到日出香榭大道 施工单位也进行相关的工程进度说明 花岗石路面与预留的管线工程陆续完成 很顺接的一个顺接一个道路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在横向道路的连接的部分 它的施率的连接 因为它是一个硬铺面的食材 再加横向道路的施率比较高一点 还有中间的香榭的高层也提高 所以造成我们这个硬铺面跟下一段道路的施率接近的时候 它比平整度的话 考虑平整度它就会变成说中间段的部分 它就会比较高一点 县议员林元复在视察逼工区的进度后表示 希望施工厂商与县政府建设处能够尽快完成相关的工程 避免交通问题的发生 那V7的部分是因为中间有这个寒管 那两侧是车道 那这个落差竟然有10公分 20公分 30公分 到40公分的高低落差 那这个是很担心 晚上下雨 视线不佳的时候 是有民众骑车 会误床 从人行车道误床 两侧车道 有造成滑倒跌倒的情势发生 那当地的里长也说 最近就有了好几个人 这个骑车跌倒 那滑倒 那这个里长的建议也不错 就是希望这个高低落差 能够拉长 不要瞬间一个高低落差 30公分40公分 那这个面对我们亲子散步 这个也比较安全 而建设小组总招黄正部表示 日前香榭大道工程 已经进行到了B工区 希望能在春节前夕 完成B工区的工程进度 我们从重庆市场到这个 南京街这个部分 我们看了现场 也希望他尽快 能够把这个工期缩短 看是否能够赶在 这个明年的春节之前 让这个工区能够部分验收 然后尽快让大家来使用 减少这个邻近的居民 或者是店家 他们受到的这个影响 华林市主请理里长赖正雄 在陪同会看的过程当中 也不断地提醒建设处 B工区的落差问题 也担心游客在行走时 会造成的不便与受伤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和希望 也没有 我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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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的存在